《林敏聰》 《珍氏帝》 《余敬迪》 《陳山聰》 《陳展鵬》 《各獲三劇》 提名 《曼千聖輝頒獎典禮》2022年在明年1月8日舉行 無線今日公佈16個獎項提名名單 女主角方面唐小泳鵬3出劇集獲提名女主角 難受離巢因素影響增長機會渺亡 因此事後之爭落在爆起政、江美儀和陳瑩身上 男主角方面 林敏聰雖然只是憑下樓上車族各族男主角 但是呼聲最高 陳山聰和陳展鵬分別各憑三套劇集獲提名時底 上屆時底譚俊賢對於今年可不可以倒樁 表示輕鬆面對零壓力 他希望陳山聰可以得獎 至於未出席記者會的山聰接受明州電話訪問時說 有三套劇集提名男主角已經很滿意 得不得獎不再重要 以平常心面對 租大S起訴欠過百萬港元生活費 汪小飛連環出鋪露賣S一家 台灣女星大S去年11月宣布 與內地富二代汪小飛離婚後 今年3月就與韓星巨進業再婚 今日有台媒爆出 汪小飛不滿意大S再婚 今年3月起就拒絕支付他們離婚當時的協議 積欠給大S和一對子女的生活費約125萬港元 大S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汪小飛名下資產 汪小飛今早起就在微博連發多個帖文回應事件 自然對孩子毫無保留 還曬出過去一年的匯款紀錄 只是現在他不想再幫他們交電費 又說他們那家4億台幣的家 是他給首期和每月供款買的 她說了許多次表明要帶一對子女回北京 大S媽就回應被汪媽媽張蘭 留言罵他們全家罵了半小時 汪小飛回應罵S媽說如果再逼她 她就爆S家的惡心事和要檢舉小S 張蘭就說在直播讚個兒子汪小飛太善良 協議付款的前提是 大S不可以再婚 但一個月後大S再婚 她還直認黑異語音留言 罵S家的事 作詞 作曲 編不分享 故事由於所有人的計畫 記者 編不分享 作詞 編不分享 2片 編不分享 財因此 編不分享 致電費 編不分享